在當天恩恩爸爸到局本部 要聆聽錄音檔的時候 有到請務指揮中心 那請務指揮中心 一般的情況 無線電的音量跟報案 問案的音量 都不會像恩恩爸爸 當天聽到的那麼大聲 那個是有刻意去調整過的 就是他們現場接電話 就是用吼的就對了 好像一副好像像戰場一樣 冰冰冰冰冰 然後當報案的電話 並不是隨時隨地都會這麼多 這是很正常的 有時候在比較尖峰的時候 會有一些比如說催事不慎 還是什麼狀況 那個時候可能會比較密集 或是交通 交通繁忙的時候 也會有車禍的狀況發生 那當天確實 沒有那麼多電話的時候怎麼辦 我要怎麼去製造這個 環境很吵雜的假象呢 那就是動用全體的同仁 來演給恩恩爸爸看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誇張的 當我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再看到恩恩爸爸上新聞媒體 他那樣子無助的表情 無助的態度 我真的覺得我無法再忍下去了 你們整棟局上上下下 欺負一個毫不知情的人 不知道你們在演戲 消防局長黃德欽 你真的願意這樣子嗎 你剛剛講到是局裡面 可能有一些同仁 他不在這個勤務中心 於是他打電話進線到了119 然後去假裝就是報案 然後顯得一個很繁忙的狀況 那甚至說南亞消防分隊 他們也做了這件事情 來做配合嗎 南亞分隊是利用無線電發話系統 他們利用無線電 因為指揮中心 他已經把無線電的音量調到最大聲了 那南亞分隊他只要在分隊裡面 或者是在外面 按一下無線電說 北海北海如何如何如何 指揮中心就可以聽到 很大聲的無線電的音量 這些都是假的 你有一個統計的數據 說大概那一段期間裡面 9點半到10點之間 有29件的報案紀錄 那你瞭解真實的有幾件 虛假的有幾件 說9點123456789 有9件 他說9點34分46秒有一件 50分12秒 51分02秒 52分01秒 52分39秒 53分24秒 53分57秒 54分48秒 56分整都是9點 各有一支都有假報案打進來 假報案他的爆料說 從上面局處 就科室打下來的 你懂為什麼 你外包就算了 你叫原本是在辦公的消防局的科員 你不要辦公 你給他假裝報案打進來 然後塑造很忙的下面 我覺得這很扯 這件事情 這是第一件事情 你是利用公務員上班的時間 在圓你政務官的謊 這是完全不同概念的 你政務官說謊你就下台 可是你叫公務員 這些上班的科師 他平常辦公上PTT 我們都罵了對不對 你辦公還去圓你政務官的謊 這件事情 我覺得坦白說 是很難讓人家接受的 另外一件事情是 恩恩爸爸知不知道這是模擬的 這是一個邏輯的問題 這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我們在節目上 我們昨天在聊這個事情的時候 宇沙老師特別去求證 新北市裡面消防隊 有一個這個計事 有消防隊的輔會 對 那可是他告訴我們什麼 來宇沙老師他告訴你什麼 他告訴我三件事情 在第一時間他告訴我說 一定告我們張先生 第二個是 新北市消防局稍晚會有個聲明 但關鍵是第三個 他告訴我說 這一切的所謂的演習 不是演戲 不管他怎麼說 但是恩恩爸爸我們都有告知 他是知情的 但是事後比對 恩恩爸爸的回應是什麼 我不知道 沒有人告訴我這是演習 那兩相比對之下 大家覺得更可笑的地方是什麼 你為什麼把演習當演戲 而且這個演戲的過程之中 製造的給社會的假象是什麼 希望用這樣的方式 累現場來度憂憂之口 度誰的口 恩恩爸爸嘛 就是我們這旁邊 各資深 此起彼落 現場很混亂 所以這個新北消防局的人 他完成他的任務了 至少在第一時間 他是這樣告訴我的 我也在新台灣加油 告訴大家 他們的立場 跟他們的態度是什麼 不是啊 重點是他在說白癡 他告訴你是說 恩恩爸爸知道 但是結果恩恩爸爸說 我完全不知道 首先其實我在消防局的時候 一直都是待在外勤 我並沒有在內勤辦公過 也沒有在勤務指揮中心待過 但是據我所了解 這個是非常正確的 勤務指揮中心的人員 都會有配備耳麥 他不會像我們平常 辦公室的電話 這麼此起彼落 這麼的吵雜 那你講的吵雜的來源 是哪裡 所以這個是我一開始 有所質疑的地方 那今天消防局 做了這場秀 演了這場戲 我才知道原來就是這樣子 這非常非常的可惡 如果他們演這個戲 我們假設一個狀況 搞不好誰很緊急要打進來 會不會因此而影響到真實案件 這個我不確定 因為我並不是在內的人員 或許他會偵派人員 來配合 配合這一齣戲是不是 或許或許 等一下我要被告了 你講話比較警政 小心沒關係 這件事情其實是不分藍綠 我們每一個人講話 都會這麼激動 因為我們有正義感 那這個經緯我請教 因為我們是蠻好奇的 如果不是你現在說這個 我們現在也 就是說這個延續性 然後恩爸爸單打獨鬥的話 可能沒有辦法支撐這麼久 那我很好奇說 你站出來 你有沒有什麼樣的掙扎 你現在有沒有覺得壓力很大 其實我覺得 我的壓力跟恩爸爸 還有第一線最基層的警銷比起來 真的是不算什麼 我今天被告了 好 首先我要替 我要替消防局長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長 作秀局長黃德欽 還有其他長官 像李宇松 勤務指揮中心 李宇松主任 謝謝 謝謝你出來背鍋 好 今天 我被 發了一個聲明 李宇松的完整聲明 操弄輿論 打擊防疫人員士氣 你侯友宜 黃德欽 李宇松 你們根本沒有當過基層 你們不知道基層的辛苦 為什麼 警察大學畢業下來 就是兩線一 所有的基層都是一線三 你們根本沒有當過基層 基層是非常非常辛苦 那今天你們為了這件事情 演了這一齣這麼荒謬的秀 到底是誰在打擊防疫人員的士氣 到底是誰在辛苦 我是離職消防員 可是所有的基層 很多的基層 我都還是保持著非常友好的關係 我們都還是朋友 我會去打我的朋友嗎 你有毛病是不是 你要拿這個來告我 我覺得真的是莫名其妙 故意扭曲事實 事實你們自己就承認了 對不對 你就承認了 那這一段你到底在講什麼 測試模擬 測試模擬就是作假 不然你隨便也拜一個很好聽的理由 叫做什麼 大量進線測試 消防局有所謂的大量進線測試 大量進線測試 就是發通報給各個單位 因為以前我在外勤當 我也收過大量進線測試 我們在什麼時候 全部打電話到119來看119 可以負荷的能量有沒有到達那邊 這個叫大量進線測試 模擬測試模擬 你就是造假 不要再熬了 不要再去圓了